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达人秀已经改成一个一小时的节目 晚上8点会一路播到晚上9点 一定要持续的支持我们 哇 这个元旦以来2024年的第一周 有一点点出师不利 这一周跌了411点跌到我们要播9-1-1了 为什么会这么样的笼罩在阴霾之下呢 不过达人秀之前有提醒过大家 股市接近万八确实要居高思维一下 而且我们的节奏要抓对 像昨天晚上美国十年期公债值率率又飙到了4%以上 这个会是常态来来回回的洗刷 重点就是在震荡中如何下沙的时候 找到好买点 节奏抓对 2024年其实一点都不悲观 好 我们先来请教今天的三位来宾了 第一位是我们盈利投资的中国中中总 好 赵华都叫他中大胆 因为中大胆非常有自己看盘的逻辑 还记得接近万八的时候 即使市场在乐观 中大胆都叫我们要Countdown Countdown 但是这一周他的想法有点变咯 因为他发现国家队管股开始进场互盘了 也就是跌了四天 下个礼拜如果还有跌 中大胆反而觉得很多值得注意的 因为下礼拜有CES战哦 下礼拜外资应该也会回来买一些 有哪一些股票值得您做参考呢 好 第二位是我们知识力科技的执行长 取倩重 取博哦 好 取博也好久没有来了 每一次取博来都会带来很多很多科技的新应用 跟新知识 它跟盘面也是息息相关的哦 CES战我相信我非常多的厂商会端出什么 就是AIPC 好 台场的AIPC到底今年吃不吃得到订单 取博今天全解析哦 后来告诉您 AIPC最重要改变我们的那些功能到底是什么 另外今天三星很特别哦 开出一枪什么呢 晶圆代工降价5到15% 嗯 这对我们台湾的晶圆代工到底是利空还是利多 取博也会有全解读哦 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骨科大夫荣一生Eason Eason今天来呢 帮我们做一个早鸟总体检 什么早鸟总体检 12月营收这个礼拜有公布 虽然公布的不多 可是有很多亮眼的新星哦 好 Eason会帮我们找一下 不管电子族群或是非电族群 都有12月营收早鸟黑马股 重点再不是我们说了算 大户已经在布局了 因为现在高档震荡 大户敢买的肯定是好股哦 好 首先有请钟大胆 你知道多少的观众在说 很期待你变大胆 是 因为你已经保守大概三个礼拜了 好 现在选前好像要拼一下 观股这两天 有偷偷的进来救台股哦 那你今天还要告诉我们 券商有一个2024的大预测 你怎么看是不是要抢CES概念股 好 其实今天很喜欢看到赵华穿的衣服 他的衣服已经透露下个礼拜的盘式 就是说至少中红或小红 那你穿那么黑干嘛 就是这礼拜的 这礼拜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现况 黑黑黑 全部都是黑 OK 这是这礼拜 这是下礼拜 变红的 OK 那这礼拜我先看一下盘面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 这几天看起来的经济数字还不错 美国的就业数据墙 你看包括这个压抑降息的市场上预期 而且大家很久没看到 这个美债的殖利率回升到4% 不管是失业救济金或小农 或者这个服务业的PMI的数字都不错 那观股券商的部分就是这两天 我们可以发现到 总共加起来将近快一百亿 买在AI的题材股跟重点股 跟全职股的部分 所以我们发现到 这个经济的数字 跟观股券商的一个户盘 让整个大盘的部分 产生一个所谓的一个 至少不为杀伤力那么强 那投资人会说 今天这礼拜411点 杀伤力还不够强吗 坦白讲 如果没有这个力道来撑盘 杀伤力更强 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把所有一个法人的 投信跟投顾 大概把它做一个收集起来 大概抓了将近有11家的 法人的报告 高点跟低点来做一个整合 那我怕我个人有偏差 所以我把这个高点跟低点 你把这个高点跟低点都抓出来之后 再把所有的均值都抓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定一个高低点的部分 这样你就很清楚 你要怎么做 我举个例子 玉山最低点看 13500 最高当然就是市场上最有名的大摩 2万点 这边 那各位发现 所谓的部分来讲 均值大概在15570点 15570点 那在18750点 高点 有没有其他加加进去 其实都已经没有太大变化 那投资人就来看一下 我们去年年底的 戳盘指数是如何 17930跟15570 各位看一下 如果又这样的指数去看 那么大盘又潜在 波段的下跌2360点 这个还是用均值 这很多 很多将近要跌13.2% 高点 820点 只有4.6% 换言之 多跟空 它的比重是1比3 那你想 这个年底说法 1793年 离18000点 也不到100点 不到100点 当然 面对这样两个数字 在情况之下 你是把人 当然怎么做 我不会为了后面那100点 是冒了为了 未来潜在 2000多点的一个冒风险 所以呢 见好就收 但是呢 这礼拜呢 我会认为说 在下礼拜的时候 下礼拜部分 如果大盘大跌100点 你就记下来 大概如果大跌100点左右 100点就算大跌了 就可以去买 没错 你就去买 就可以去做一个 短线的好买点 我可不可以讲一下 一个短线好买点 因为我们这礼拜来看一下 这礼拜的缩盘 17519 各位发现 不一样的感觉 你看这上面这边 看起来蛮恐怖的 对 1比3 但这里办下跌之后 腾出来空间只剩下 大跌已经不到200点 2000点 不到2000点 剩下11% 然后呢 多方增加1200点 剩下7%的上涨空间 你会发现 这个变成1比1.5左右 所以换言之 等经算是 从1比3变成1比1.5 各位发现 心里有没有好受一点 应该有好受一点 OK 所以呢 大概各位这张部分 你就大概就是把它照相照下来 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是 这个是全年度市场上的看法 我就把所有的法人看 18750 15570 你只要在这个位置之间 自己去看 就大概知道 那个方向点 那上下的一个区间值 大概不多 在这边 应该是具有非常大的支撑 我想大概就这样子 那我说两位说 这一波的市场上的法人的券商 看着产业 当然一定要先抓一个汇总 包括包括 包括AI IC设计 运动休闲 跟除人风电 这个部分 看不同季节 会有一些不同的安排 所以我想 大概让大家知道 有这个方向想法 好 大方向非常清楚 好 那我刚才提到过了 下个礼拜 是最后一个礼拜 选前的最后一个礼拜 那特别提醒一下 投资人 如果下个礼拜 如果跟今天的出版指数 有跌100点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短线 非常非常好的买点 你可以去做一个强礼物 因为大盘这个指数 我要特别强调说 他现在人家发现 磨在这边好像是 不是那么强 但是你看 在我们说细数面来讲 知道 这条上升趋势 建议在这礼拜 黑K 把它往下灌破 但是各位知道 当这个所谓的上升的 所谓的轨道 这个轨道线 它是一直往上的 换言之 你在下面磨得越久 接下来未来反弹的空间 才会比较高 可以比较高 那我一起来讲的话 刚刚我们讲1比3 如果跌300点 那么多方应该就是要100点 大概差一段 应该至少有100点的反弹的空间 所以回到我刚才所讲的 如果跌100点 再上涨100点 你总共有将近200点的空间 去可以去操作 所以我觉得来讲 各位投资人 如果下礼拜有大跌100点 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个布局动作 那为什么这样子 我会这样子是认为说 可以这样的布局 最主要是说外资的空单虽然多 但是1月4号跟1月5号 我们可以发现到 在期货的部分 外资已经有开始在做一个加码动作 就是多单已经有加码 空单已经变减少 对 换言之呢 我觉得来讲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外资的高持股的加码动向 因为上一波的主要的攻击 就是在于外资的高持股 包括这个AIPC的布票 那我们来讲 选前可谋抢反弹 第一个呢 外资高持股 并已经有开始回头买超了迹象 第二个呢 题材 CES展 下礼拜要投票了 投票前两三天 CES展 CES展刚好就是展示 台湾最强的AI族群 现在台湾全世界是属于 这个Notebook的第一名 你也能想象 Notebook是台湾产业的第一名 刚好就CES展 刚好选举的最后面那几天 不在这边有 特别的关爱延伸 我实在是很能想象的 更何况都已经跌了快乎白点了 这个都有随时有机会 做一个反弹的部分 然后呢 法能跟我们看好的产业 刚好这CES展 就是刚刚我所看的 法能全部看好的产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就是下礼拜 就只有看AI及AIPC相关主局 如果这些没反弹 那就不用看戏了 怎么样 第一季就休息是不是 就休息了 就休息了 OK 会这么讲是 真正的男主角不动 那其他的配角怎么会动 对不对 好 我们发现 CES展 最大亮点是AI族群 我觉得来看一下 外资的高持股 包括宏基 人保 华硕 伟状广达 尾宇 包括周边领主件 像伟讯 华菜这些等等 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上一波最强的 像宏基 人保 华硕 外资都持股将近有四成以上 换言之 外资 他如果在这位置 他再加码 例如说 他左手也将近有一半的股票 这家公司一半的股票 他拉起来相对卖压比较少 因为他不卖 市场上也没什么卖压了 更何况这一波 已经修正 幅度也算有一些些小小的空间 那我觉得这些公司呢 以今年他们的股利来算的话 大概这样都有三个percent 换言之 这个股利率也不是算是非常的低 好 所以呢 既然是如此 那我觉得来讲 我们就挑几家公司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家公司就是22357的华硕 这两天 他们都有办一个胃压 胃压呢 昨天呢 董事长发豪影 公司将要为全方位的AI公司 现在连胃压都要讲AI了 还不是把说会而已 先要把团队跟大家讲好 我们今天的公司要发为 这个所谓的我们讲 公司要愿景 愿景 然后呢 人要编到千人 所以你看哦 这个人也都已经把你架过了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各位就会知道 公司的雄心壮志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家公司呢 在去22年的Q4 跟这个Q1 我记得我之前前教过 第四季跟第一季 它是亏钱 换言之呢 现在这怎么样的 差的成绩都比 那一年度的第四季 跟第一季的成绩来得好 换言之呢 在今年五月份之前 公司的财报 都应该比去年的同期 或前年度的同期来得好 大幅年生 那更况呢 存货已经降到 近期的一个低水位区 而且每股进只有 三百一十三块钱 那加上它的现金股利 我们大概算一算 这边来讲 加总期来 大概算一算 今年来讲 应该有机会配到 二十一块半 大概有四点五%的股息 值利率 还算不错 好 那最后 各位发现 它盈利率 其实上都已经有 大幅跳升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公司 各位看一下 这是华硕的公司的 股价走势 坦白讲呢 如果就AI的族群来看 它是这一波 AI族群当中 少数能够比之前的 像广达 技嘉 伟创 能够领先创新高 对 那相对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股价 之所以能够 这么稳定 最主要是这一波 AI没有它的份 都是多眼看了几家公司 但是最近市场上 这个部分外资的一个摆盘 强度已经有增加了 我的态度强调一下 这边看起来好像 成交是这样子 但你才发现到 这一边的成交是这样子 很大哦 那你就知道 我们之前一起提到过 这边的卖 这边买卖的单子 都已经不造成压力了 你们都赚钱了 就算赚钱 那能看到 这一波的拉回过程当中 已经拉回到月线位置 其实又来到前波的 低档的位置区 换言之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外资 它手中已经够多了 继续再加码 是 继续再加码 所以我认为说 它的抽码算是非常优势 跟刚刚我说 股息殖利率的将近5% 认为来讲的话 这部分下礼拜 西夜市展 你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公司的后市 总总很早就跟我们讲到华硕了 对不对 因为EPS会成长得非常明显 然后现在回档 反而觉得是一个 比较好的买点了 我们知道技术面的分析 至少月线 跟前波高点低点之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 关键位置点 那更何况这都是大股 好 那我们同样来看一下 同产业的部分 相当就是人保 人保这次也是在 AIPC里面 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他十一月份的营收已经公布 之前公布的是 首度出现这个正成长 十二月份的营收 当然到我们今天录影的时候 他还没公布出来 不过各位看一下 他二三年的时候 就是今年 去年黄色这条线 营收是非常低 也就是说 若以现在的成绩单 来表现的话 他应该有机会 营收出现一个 比较算低基企业 而成长的优势 前三季的营育率 一点二三也是在这几年当中 算是表现比较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进质 大概二十七点八二 而这几年的配息 可以发现 都是相对的很稳健的 大概都一块一块二左右 那大概算一算 如果按照今年获利 到目前前三季 赚一点三五元 我大概算一算 他今年应该有机会 配到一块六 那大概目前的股价修正完之后 股息殖利率 也差不多有将近五个percent 重要的是连续三十四年 都配发股利 那你想 连续三十四年配发股利 现在大概三十几块 那每年如果拿一块 坦白讲 公司这些人早就已经 五本生意 五本生意 那五本生意大概看一下 也是一样 都长相跟华硕一模一样 那各位发现 这边也是一样 大量的区 然后也拉回到这个位置区 重点来 各位发现到一个情况 就是这一波的起漲点 在这边有一个叫做 超级非常大的成交量 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位置 刚刚我这样的时候 就是外资进来 外资也是从这边 才开始进来 也就是说 如果拉回这个位置 这个价位还不熟 那也表示说 整个市场上 我所刚刚看的 电商报告 今年非常看好的 什么AI 这些等等的 那不就是 第一棒的主流股 都已经不够 不够强的话 那后面你就知道 可能会休息 就不用看 所以我觉得来讲 第一棒的CES展当中 我觉得这波已经有修盛 将近一个幅度 我认为说 在CES展当中 刚好选举的 前的最后面这几天 刚好市场上应该有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酝酿所谓的跌升反弹 所以下礼拜 如果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跌升反弹 一百点 累积一百点 我觉得来讲 就可以做一个短线的买单的部分 但是空间不会太大 毕竟上次那个礼物 是多给的 现在只是要叫选举小礼物 OK 非常谢谢中国中总 好 中总每一次 看方向都非常的细腻 可是又非常非常的有逻辑 现在是告诉大家 元旦过后 这个这一波四天 跌得有点莫名其妙 现在看到官股 有点进场要护盘的味道 外资也有可能回来补 所以下个礼拜 我们狭带着选签 CES展 如果AI的利多 有被炒起来的话 那今天跟您讲 AIPC的两大巨头 就是华硕跟仁宝 照理来说 应该要有一些反应 但是如果他们也没有反应的话 我们可能要一点心理准备 也许这个盘会休息比较久一点 好 广告回来我们的曲博 曲建中要上场了 延续刚刚的话题 AIPC真的是今年很多电子代工股 认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题材 但是他们吃得到吗 曲博来帮您分享 AIPC真正的应用在哪里 还有就是三星今天开枪降价 对台湾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 好 曲博又很久没来了 你一来就有大事情发生 就在昨天 三星宣布它的晶圆代工 是汽车晶片的部分 降价5%甚至到15% 可是今天台湾 成熟制程相关的公司 没有什么反应 甚至立即还大涨 我们有点物理看花 再来就是下个礼拜我们知道 AIPC这个题材 一定会在展览上不停地被拿出来 但是是不是我们今年的新希望呢 先讲一下降价 我觉得降价是合理 主要就是因为 先进制程台积电 目前还是领先三星跟Intel 那虽然Intel这两年 说它会赶上来 但是我认为三年内 它没有办法开出那个产能 没有产能 它产能帮自己代工都不够 它不可能帮别人代工 那三星是制程落后的 那它用这个环绕杂集的制程 来做这个三奈米 实际上的状况良率很低 所以现在客户也不太可能 大量的交给它 所以我想它用降价来抢单 这个大概是确实是一个可能的方法 也是可行 客户一定会动心 但是我认为会转过去的也不多 为什么 讲那么多了 IC这种东西 代工厂跟客户之间建立那个信任关系 要立刻换很难 而且大家也知道 以前三星遇过这种良率的问题 所以你要交给它你也会怕 所以我认为客户可能会把一些 比较不重要的案子 或许移过去 先做测试 看看它是不是现在的状况稳定了 所以我觉得对台湾的场上影响不大 所以台积电呢 当然本来之前就有一些责让降价 那连电世界先进立基电之前也就有传出 这是去年的事了 已经是去年就有提了 所以三星是算比较晚做这件事了 所以我觉得还好 所以其实股价没有什么影响是正常的 就大家没什么太大的反应 不但没影响它大涨 不过我们真的不清楚 这个我也想不通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有人会担心 是不是景气没有想象那么好 然后再来是三星靠降价主要是抢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客户 这个是其中原因 那连电跟世界先进其实主要还是在谈成熟制程的部分 因为成熟制程如果有降价可能就会影响到他们 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三星 低价强弹我认为不用太担心 因为它良率其实还是它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反而要大家要注意的是 中国这几年疯狂的建制成熟制程的晶圆厂 今年有18座厂要投产 这个长期而言成熟制程可能会比较辛苦 但是也不用太担心 是因为中国之所以大量的扩产 是为了它的内需 它的国内要国产化 但是其他厂商 它其实也不太会下单给中国的晶圆代工厂 主要还是因为不想要卷进这种中美贸易战 我想这个也台湾的这种成熟制程厂商 其实就是把这个目标放到其他的客户就可以了 那再来就讲AIPC 这个AIPC今年确实是元年 但实际上呢 目前AIPC的功能还有点阳春 阳春 所以各位用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这个失望不如预期 我们现在看一下什么叫AIPC 这个什么叫做机器学习 我想这个字各位都听过 它事实上跟人类的学习有点类似 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训练或学习 第二个阶段叫做推论 Inference 这个字要记起来 然后再来就是预测 那首先我们的学习是 大脑会输入大量的资料 去找出规则 然后在大脑建立一个模型 譬如说下雨天某个温度湿度会出现彩虹 彩虹会出现在太阳相反的方向 这个就是所谓的规则 所以所谓的机器学习就是我要先输入大量的资料到电脑 找出它的规则 利用这个规则就建立模型 这个字叫model 你常听他们人工智慧的人说 模型就是这个意思 模型就是规则 有了这个规则之后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规则来推论 预测未来 今天早上起床 你发现这个温度湿度符合出现彩虹的模型 你就预期可能会看到彩虹 我人脑可能还没那么厉害 看到的时候才会去想到 对 但是电脑做机器学习就这么做的 所以我再举个例子 我可以去搜集过去30年 所有的财经数据 譬如说黄金走势 美元指数 失业率 还有台积电的股价 把这些资料输入电脑 找出规则建立模型 这种模型称为投资理财机器人 然后有了这种东西之后 今天早上开盘前 我可以把今天最新的财经数据 输入这个模型 就可以预测推论台积电 待会会涨还是会跌 这个就称为投资理财机器人 现在有非常多新创公司在做这个 很有趣 如果这个模型很准的话 谁会失业 大家就直接把钱交给模型 你要在棚内讲这种扫兴的话题 所以我想投资理财机器人 这个东西很多人在做 但为什么最后没有办法取代分析师 就是因为不准 我想因为模型有很多参数 没有办法很准 你有没有看到钟总跟Eason松口气 这样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再回头来看 训练比较困难还是推论比较困难 我觉得训练比较困难 训练比较困难 我们只要想我们学英文花了 人生的半辈子 十年对不对 以上 但是我们看到老外讲英文 那个叫推论 只要十秒钟 也只会讲hello 所以要记得 人工智慧的训练呢 要在云端的伺服器 因为它的运算量很大 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五月 很多AI伺服器的厂商股票都大涨 因为今年明年这些厂商的业绩真的会很好 伺服器真的很好 所以接下来高通联发科 Intel AMD都做一件事 就是把推论运算的加速器放进处理器 我们就把这种东西称为边缘人工智慧 或者终端人工智慧 Intel把它叫做AIPC 好 那就等于说我们台湾的电子代工厂 还是得等这些晶片厂研发出符合运算条件的晶片 没有晶片拿来的AIPC呢 对 他在去年11月7号的论坛 第一次提到这个AIPC这个字 为什么要强调PC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做PC为主 事实上手机也很重要 那再来就是呢 他是在Intel的Metalac这个处理器 也就是今年要推出的 开始导入这个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实际上呢 就是里面有一个图形处理器 做多媒体立体影像跟渲染的运算 有一个神经处理器 做人工智慧进行低功耗的控制 另外他的中央处理器 号称呢 可以针对这种权重少的小模型 来做推论运算 但是坦白说 这些功能现在都还不够 还不够 所以实际上产生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他的AIPC的晶片 是 里面的这一个CPU的部分 是用Intel的4nine制程 但是呢 他的GPU是台积电的5nine制程 他的这一个 这一个系统单晶片 是6nine台积电的制程 另外他有一个输入输出的部分 用的是台积电的6nine制程 3比1 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先进封装 封装起来的处理器 是 那只有Intel自己做CPU 剩下其实是台积电来用 所以说穿了这个东西 其实最后 也是很多单子都会落到台积电 对嘛 我说3比1嘛 我们拿到三份 对不对 但实际上他的功能其实是有限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等一下 刚刚看起来很伟大耶 但是实际上现在的功能还有限 那理论上他影像可以提高很高的速度 但实际上这个Dale的电脑 前几天才做了一个展示 就是他的AIPC Dale是做电脑的 那有一个例子就是各位常常在 那个Windows要设定一些功能 你常常会找半天找不到 对不对 未来呢 这个Windows会有一个Copilot 就是一个这个助理 你只要跟他说呢 我要改变电脑的亮度 荧幕的亮度 他就会直接替你完成这个设定 并且把你要的这个设定找出来 用讲的 所以各位会发现 这样的方便性就会提高很多 这个就是所谓的AIPC 那不就加个Siri的意思吗 有点类似 但是各位看到这个功能就觉得说 吵了那么半天 怎么就只有这样 所以这就是元年嘛 所以只有基本的功能 总之呢 这个加速器未来还要把更多的功能放进去 他的功能才会越来越强 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东西是三到五年的时间 没有那么快 那但是因为今年 主要是因为整个电脑的换机槽到了 所以今年的电脑跟手机 基本上业绩应该都会恢复 是正常的景气循环要回暖 可能不是因为AIPC有大单 是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今年太有期待 觉得好像我会拿到一个什么伟大的AIPC 还没有 但是我接下来讲的才是重点 未来每一个企业都会有一个超级大脑 各位看过电影钢铁人就知道 他每次遇到问题会问谁 Javis 每次都来问他 就是有什么问题都问他 所以未来的企业会有一个超级大脑 这个超级大脑拿来做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我们的资深员工可以把大脑里的知识 透过文字或者语音输入电脑去训练 刚刚我们说找出规则训练模型 有没有 那企业通常也会有很多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也可以拿去训练电脑 找出规则建立模型 有了这个模型之后 任何的员工遇到问题 第一个问谁 问这个人工智慧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钢铁人里的Javis 大家想想 现在的企业遇到最头痛的是什么问题 员工来来去去 一离职就没有办法传承了 知识没有办法保留 各位可以想象未来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超级大脑 然后大家所有的员工把知识交给这个电脑 所以这个电脑就是人工智慧 它是公司最资深的员工 以后你工作遇到任何问题 先问谁 先问Javis 就跟钢铁人一样 这是很重要 将来企业 这一个东西是趋势 而且我们最近也在帮很多企业建制这种系统 这样资安也很重要 是 所以OpenAI的东西不能用是为什么 因为它是公有云 企业必须把所有机密资料 全部上传到微软的云端 根据我们跟企业谈过的结果 没有企业会做这件事 太危险了 等一下被人家拿走 所以我们一直在协助企业的事情 就是在做这件事 帮助他们建立私有云的这个人工智慧 类似刚刚钢铁人讲的Javis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应用 就是未来各位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广告机 你将来会在卖场 百货公司 还有这个公共场所 会看到机场这种广告机 上面会有一个服务人员 你可以想象你走进饭店的时候 旁边就应该要有一个广告机上面有一个服务人员说 欢迎光临 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帮你服务的 这个时候我就问他说 这个我要参加什么活动 在哪一个会议室 他就要告诉我在哪一个会议室 虚你的 就好像现在我们这栋大楼 我走进大楼每次都忘记我们的录影是在几楼 你真的这也是很夸张 可不可以弄个晶片先植入你的脑袋 所以应该要有一个广告机 有一个人工智慧 我走进来的时候他就要说我就要看到赵华的影像 跟我说欢迎光临 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帮你服务的 我就说 那我又失业了呢 那个是放在楼下嘛 你在楼上录影不会失业 重点是他就要告诉我 我们的这个活动 我们这个节目是在十九楼的摄影棚 我立刻就可以知道地址 所以未来各位在百货公司 甚至机场 机场check in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朋友上个月去日本出差就是 机票在check in的时候 以前是人 现在都改成用一个广告机 里面有个人工智慧 用对话的方式 这个护照扫描完 直接就更新 那个机票就印出来 还有那个条码 把这个行李送进去 大概是这样 最后我要讲一个重点 我们现在都在用APP 对 这个很多银行都有APP 这个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国泰式华盈阳的APP 这个是 人家会以为我们在 致入国泰式华盈阳 其实没有 对 这个是玉山一号 我要讲一个重点 我今年初搬家 要改地址 对 这很麻烦 很麻烦 美国有专门的公司 在帮人家改地址 我每一个都打客服专线 然后他都叫我装APP改地址 装完之后 我手机一堆APP就算了 我打开之后 我找不到在哪里改地址 平均改一个地址 十到十五分钟 未来的APP 应该是我点开之后 譬如国泰式华 就要跳出这一个APP 他就要问我说 请问有什么 我可以帮你服务的 我跟他说 我搬家要改地址 他就要问我一些 基本个人资料 问完之后呢 确认我的身份 就帮我把地址改完 请问你搬到哪里 我就把地址念给他 他就要帮我写进去 未来的APP就是这样 大家回头看 你现在手机的APP 有这种APP吗 没有 对不对 未来三到五年 我们的终端装置 都会有这样的功能 这就是最近我们 跟很多企业在讨论 这个东西是 谁先做 谁先赢 你可以想象 哪一家银行的APP 先植入这样的功能 我相信那个下载量 一定暴增 风头都被他抢光了 也等于手机的晶片 或是PC的晶片 它有要够的运算功能 对不对 然后APP也要写得够好 才能跟你对话 这些要一起来做起备 对所以推论运算移到终端 我们刚一直强调 讲AIPC 但实际上应该叫做 边缘或者终端的人工智慧 这个就是未来的趋势 你可以想象 我问他一个问题 他要等10秒钟 上传到云端再回来回我 你不觉得这个反应就不对了 所以为什么要强调 终端或边缘的人工智慧 就是这样 不是只有电脑 手机也是其中一个应用 虽然曲伯 不会帮我们点名股票 但是例如说 做APP的厂商 以后也可以叫自己AIAPP 对不对 所以会有很多的题材 在台股不断的发酵 这些应用 将来如果台厂有沾上的话 我们可以立刻联想到 会对我们人类 带来很大的影响 好 这边非常谢谢曲建仲曲伯 真的要非常谢谢曲伯 每一次来都对人类科技的新应用 让你产生好多好多的想象 其实不用太久 可能三年之后 有很多很多的应用 就会AI化了 包括楼下可能迎宾人员 都是用AI的影像来跟你对谈 那曲伯也提到了 当然现在晶片厂商是第一药物了 你的运算功能要够 接下来台湾的硬体厂商们 才能搭配起来出货真正的AIPC 那今年是元年 您看到的展览上 可能功能都还很阳村 但是这个事情是可以想象的 不用太久 我想就会有非常多的题材概念股 浮出台面了 好广告回来 我们的Eason要上场了 刚刚有特别提到吗 如果今天AIPC非常的风行 资安就很重要 大家知道吗 12月营收的好股票里面 资安也有在里面 那Insan今天要早鸟抢先报 免得被AI取代 所以他帮我们扫描一遍 谁是12月营收的黑马股呢 好如果以后理财机器人真的非常的神准的话 到底我们会不会失业呢 Eason说他有对策 尤其是像这种营收出来 他其实掺杂了很多市场的心里面 可能AI一时之间要学习 还要漫长的路程 但是修电脑这件事情 好像Eason就要失业了 什么来问问他 好刚刚讲了那么多 我看你都很认真在听 对啊 尤其是他说 如果你找不到功能的话 你就跟你的PC讲一下 他就帮你找出来 那你是真的失业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以前就是以修电脑自豪的吗 没关系 AI电脑不会自己打开来 不会自己打开来 应该会 以后要进化到机器人 机器人在家 可能要20年以后 我会问过一些业内的前辈 就是说 以前不是有那个深蓝吗 对 那就是投资 下西洋期的 对 投资啊 围棋西洋期 那个走的方式都是固定的 可是投资实在太千变万化 就是刚刚曲伯讲 那个model很难建立得起来 对 所以我认为 这个可能短期间还没那么快 不过我搞一个AI投股 应该还蛮有搞头 好啊 你去成立啊 好 但是我们先来看12月营收 因为现在看起来机器人还不够准 我们自己来看 因为现在我们也都认为 有点高档震荡 对不对 而且产业轮动 12月营收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好 那12月就最后一个月了 所以接下来 这做末行情是延续的 那12月的这个营收公布出来 我们看到有一些像这个网通 这个年增近七倍 化汉 返轩等等 安基资讯 这个就刚刚说安控的 所以12月营收公布出来 你会发现有的 公布出来还不错 像那个 没有在这里面 宏杰科公布出来还不错 可是往下摔 然后有些公布出来不怎么样 所以股价也没有怎么反应 我觉得这个跟位阶有关系 因为现在很多股票偏高位阶 这所谓上涨靠前堆 下跌怕风吹 下跌只要稍微有风吹草动 那很容易就造成这种连锁的卖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又是选前 就跟位阶比较有关系 那我觉得在12月营收的这个观察重点 如果年底有这样入账效应的族群 年底入账 对 比如说像银建股 很多是最近刚好有这个建案要认列 然后或者是资安 它在年底的时候 有这样子一个专案入账的话 那12月营收可能就会不错 那这样股票呢 如果还没有涨非常多的话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 那另外就是产业趋势呢 确认向上 这个股价拉回 我觉得可以找买点 比如说PA 最近有些这个股票跌得比较凶的 可是今年应该会确定 产业趋势向上的 像是钢铁啦 面板也是这样子 今年应该都会复苏了 那这样子反而呢 如果因为利空打回来 反而是可以去找买点 那另外就是在法人啊 或大户已经有提前卡位的话 那就注意一下 第一季应该有这样的题材可以发酵 因为呢 大人先进场了 那表示说其实 筹码相对是稳定的 再来呢 营收如果是 月营收年征的话 我建议多看几个月啦 因为有时候可能一个月营收 突然好 接到集单 那总不会连续三四个月都集单啦 所以你可能往前面看 九十十一都不错的话 那表示其实 跟去年比 同期比较确实是有在成长 那另外呢 大家在年报公布的时间点 大概是三个多月以后啦 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十二月营收公布了之后 第四季营收就出来了 对 全年营收也出来了 对一年的新开始嘛 你可以先把这个日期 写在你的刑事率里面 到时候不会忘记有这一题 送分题 这一题在这边 全年的营收 那十二月营收有哪些 业绩还不错的呢 像是翼龙 你看这个就是 这个是月营收的年增率 所以这个往前推六个月 它趋势都是往上的 趋势都往上 这表示 基本面真的不错啦 那像这个由附翻证 也还不错 这个像设备股 可能就有入账的状况 对 有入账在里面 然后集胜的话 也是 这三个月翻证 那这个是呢 很惨 然后开始翻证 也可以这样 对 反正都是 这边曲线是开始 趋势都向上 基本上都是 从低到高 从低往上涨 基本上就是没有问题 那十二月营收 可以看出来 都开出来 都还算可以 那这个本益比呢 如果是相对比较低一些些的 也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像这个二十倍 十几倍 然后呢 像这个二十五八 它翼龙 虽然其实最近稍微有拉回 但投信的话 仍然是在 筹码是比较稳定的 那接下来有AIPC 换机的这些 这些动能 然后像这个宏杰科 就最近跌幅 相对比较重了一些些 但是我认为 直稳之后 AIPA 是今年的一个主轴 那只是因为 最近手机 可能受到苹果的 这个乱流影响 是 对啊 因为全新的压力也很大 对 大家可以发现 全新最高 它跌最重 最低的稳貌 反而没什么跌 还能在截讯哪 对 对所以这个位阶有差 真的有差 然后重期 网通比较跟 这个消息面比较有影响 然后再来 这个治安安基资讯 我们等一下直接看 线图的部分 然后这个3030的得率 那去年 对 12月的营收 月增129% 真的蛮高的 创23个月新高 那主要在做 这个光学的自动检测设备 那车用部分占三成 那其他像伺服器 高效能运算 网通这个大概是 两成左右 所以它还蛮平均的 那也就是消费性电子 开始复苏 那其实对于它的这些 光检测来说的话 应该都有一个推力 那我们看到 其实前面这一波 阻力已经在这边 有进场一次 对 更前面其实这边也有 这边有进场一次 那这边算第二次进场 可是进场之后呢 也没有很明显的 在卖股 这基本上就进场了 算是一个波段阻力 那这一次进场之后呢 其实马上就跳高 往上涨 这个还不是营收公布 那量能成绩呢 也开始做一个提升了 很明显的 这边都放量出来 本来是大概雨量级 现在变轻量级了 以后搞不好变中量级 所以呢 这样子一个强势跳高下呢 如果这个位阶 我觉得未来又量多的话 可以先卡位 大概一半的资金 那等到真的有在突破的话呢 再去做一个加码进场 可以这种方式去做操作 假如我们都认为 设备股很有机会 在12月是一个入账高峰 我们有没有可能考前猜题啊 例如说看到大户先卡位 即使营收还没公布 就可以先揣测有这个机会 对 如果有人先偷买的话 大户筹码增加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我很怕营收一出来 反而亦夺出境 掉下来 对 那短线 如果你看到有大户 已经在卡位的话 又是不怕这个选前变数 那我觉得就可以 跟着大户去买 好 设备概念股有这样的特性 那另外再做这个安控的 安基资讯 刚刚我特别讲 安控以后会变得非常重要 对 那这个它的年度的一些年底 有些专案陆续验收 而且今年有六十几个国家要选举 今天有六十几个国家要选举 全球啊 对 糟糕 我怎么知道台湾跟美国 对 就是可能有什么地方选举 县市场选举 就加起来不止总统大选 六几个国家选举 其实安控也相对来的重要 因为现在看这种什么 伊朗又恐怖攻击 然后很多这种 这种 资安的这个状况 以及要去监控的这个需求 所以呢 资安的部分 我觉得也未来是蛮重要的 那只是它相对是比较冷门一些些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外资都有在持续卡位 从这个去年11月中 都是买多卖少 持续有在卡位进场 所以月线这边应该会是形成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 那这一波往上涨之后呢 它是亮缩不拉回 正常状况是上涨亮缩拉回 之前有一个那个教学 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正常状况是亮缩拉回 那它呢是亮缩不拉回 横盘整理 那这个就是相对比比较强一些些 最强势的是这样 亮缩还在缓步往上垫高 那种最强势 那种通常都会冲第二波出来 突然曲线往上画上去 对 那这个它也导入AI相关的这些应用在资安领域 那配合这种高速运算的应用 那也让其实未来的这个产品出货应该有机会增加 只能确定中国大陆今年没有选举 对 他们应该都很难有选举 60几国真的多 好 那12月营收之外呢 有哪些我认为是可以报到选后 好营收也有机会呢 翻证的这些股票 这些族群 这些是还没有公布12月营收 但是预期应该会还可以的 到礼拜五下午还没有公布的 那也许等一下就公布也不一定 但是我找的资料这时候还没公布 那不管像是钢铁啦 面板还有这个重电跟IC 那首先钢铁的部分呢 中宏的法说都已经讲了说 第12月的营收应该会蛮不错的 直接把法说上面讲 自己剧透了 对那钢铁的这个报价也在持续 在做一个上涨 那钢铁也在持续的这个复苏 那另外面板的部分 上礼拜就跟大家讲了友达 就友达群创 都有这样子一个面板复苏的题材 然后呢 未来的下个礼拜 CES展 那车用的部分呢 也是两家厂商都会去 有这样子一个参展 所以不管像是什么车用的显示 智慧座舱 以及MicroLED的这些应用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 对两家这个低档 低位阶的面板来说 有这样子一个推升的动力 另外像重电的亚力 以及IC通路的至上 也都是有机会 这个营收是不错的 我们看到钢铁的报价 这个是中钢的钢板的价格 在疫情之前 大概都是两万多块 每一顿两万多块 可是在2021年 原物料大多头之后 就冲到三万块以上 那中钢的位阶 在2021年涨上去之后 掉下来 掉到这个位置 可是你可以看到钢板的这个报价 仍然是在三万块以上 大概就在三万到三万四中间 来回的震荡 所以通膨会有这个僵固性 就像大家你买面包 已经涨到40块50块一个 也不会再回到二三十块 可能会少买啦 可能它的销量有差 但价格不容易再跌回 原本的样子了 对 然后呢 钢铁的话 每一年第二季到第三季 是营收的旺季 就像中钢在2021年 创高是在五月份 后续看到 业绩还在不断进来 还在创高 可是呢 股价创不了高了 就像航运股也是 航运股 那时候冲到高点之后 营收还在不断持续创高 可是呢 股价已经回不去了 所以既然这样子 股价会先反映的话呢 现在第一季到第二季的季出 我觉得反而可以去留意一下 这个布局的机会 中钢自己也已经比较乐观了 不像去年那么的悲观了 对 那整个盘价呢 也在持续做一个调升了 那包括在这个夜星的部分 那他在这个烤漆 以及这个镀星 内销也在做个调涨 那外销的部分也在调涨了 那钢铁目前呢 今年来说应该会 整个供需会比较稳定了 那包括全球的这个钢铁的需求 在上涨 那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大户呢 持股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那即使呢 暂时进入一个休息整理 大户的持股也没有太大变动 那在大量的这个低点呢 大概十二块左右都守住的话呢 那我认为这个地方 也可以先卡位先布局了 因为其实未来只要在这个钢架 再往上走深的话呢 那钢铁族群 我认为都有机会再表现 那目前是量缩稍微的拉回 稍微的进入震荡 但是呢 仍然是强势的一个整理 所以呢 这个股票 我觉得后续可以再注意一下 钢铁股有一点点磨人 对 就比较难一波涨上去 但是好像最近筹码 都是蛮集中变好的 对筹码都变好 然后呢 这个虽然说涨势不是那么延续 不像电子股 可能连涨个几天 可是呢 我认为有耐心的朋友 等一等 应该还会再等到 再有一波行情 那另外呢 在重电族群 对重电雅力的部分呢 那台电的强热电网计划 以及再生能源占比 这个都在做一个提高 为什么亚力回这么多 它华城还蛮强大 对 华城算指标 那亚力其实这一波 真的是回蛮多的 那我认为 选前应该也有因素干扰 那我觉得大家做这种 不管是观光 除能 因为选前毕竟有这个变数 那很容易一翻两瞪眼 那可是我认为重电除能 这个是延续性的政策 因为台湾持续的缺电 那半导体用电用这么凶 然后也暂时没办法解决 再生能源这些等等的 所以亚力来说的话 它的不管像台电电网 太阳能同胞 还有半导体建厂 这些等等的 今年的订单 基本上已经OK 都没问题了 手上已经有百亿元的 这个订单了 那目前利空 拉回的状况下 我认为 如果再有什么状况 再跌破的话 反而是找买点 而不是卖点 因为这一波的起工点 大概是55块到60块左右 也涨得很急 坦白讲 对 短线涨这么多的话 我觉得当然会有一些 调节的卖压 但是目前量缩 拉回其实并没有破 这边起工的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 外资有在做一些 进场的动作 那我觉得除能应该 有机会延续到 选后的这个行情 所以大家重点的这个部分 也可以留一下 今年的这个主轴之一 因为有人很担心 说如果选后 例如说三党不过半 对不对 像这样的状况 会不会影响到 这种公标案的进度 我不晓得您的看法是 我觉得这个台积电 就台湾的命脉 再怎么样 不会让台积电缺电 然后就是明年 不能让台积电缺电 不要让台积电不高兴 那欧盟也要实施 这个边境探税了 所以就这种 太阳能 再生能源的这种 除能来说的话 那应该后续会有 这样子一个题材 会发酵 等于在手订单 不太可能会因为 政治上面的一些问题 延迟或是被取消吗 对啊 可能大家需要的是这个安心感 因为这样跌下去 可能很多投资人心里面 是比较慌乱的 好 这边非常谢谢 谷科大夫 Eason 好 谢谢 12月营收 到底有什么重要之处呢 Eason有提出两个观点了 一个是有很多的厂商 会有年底的入账 尤其会反映在设备类股 营件类股 12月可能会突然冲出来 一根很大的营收 不如来看看 有没有大户在营收公布前 已经提前卡位了 它可能就是一个暗号 那第二个重点 12月营收出来 等于2023年 全年的营收都出来了 如果它不是一家不稳定的公司 其实可以算一算 搞不好它的获利 对不对 它的预期 您可以提早把年报结出来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 好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来到现场 也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 这个礼拜 大家可能都不开心 但是下个礼拜 遇到急跌的时候 要记得选钱非常有可能会有人互盘 加上CS站也都是利多 希望今天理财答案秀对您投资有帮助 我们下周再会了 拜拜 拜拜 拜拜